小陈来到省城南昌的九三关怀医院看病 可他说当时自己躺上手术台 手术刚做到一半的时候 医生就提出要加钱 结果一个小手术 他前天后后一共花费了五千多元钱 目前还处在术后恢复期 小陈说每到夏季身体上的疾病 总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不便 所以他决定到南昌进行彻底治疗 于是小陈在网上搜索了 叶臭手术的相关信息 了解到这类手术相对简单 恢复较快之后 他决定在南昌做完手术再回新语 那个九三关怀医院 我就跟主任医师谈了一下 当时跟你说好的价格是多少 最后的价格他就说两千五左右 8月26号 小陈在江西九三关怀医院 进行了术前检查化验 并缴纳了1050块的手术费 和40块钱的化验费 下午两点左右 小陈被推进了手术室 由于手术只进行局部麻醉 医生在手术过程中 仍然跟小陈保持着沟通 我躺在手术台上 我手还是麻醉的 我手抱头的姿势 他就问我收钱 我说你可不可以先帮我上药 他说那不行 我说我银行卡也不好告诉你密码 我说你这样子把我晾在这里也不对 要不这样子了 你把密码告诉这个护士了 护士帮你去取钱 由于不放心陌生人帮自己取钱 小陈并没有把准确的密码告诉护士 在几次取款失败之后 医生才决定让小陈手术后再进行付款 这一回小陈支付的吸药费 1766块和治疗费600块 手术后的第二天 小陈再次来到九三关怀医院 给伤口换药 他就换药我们也要付费的 换药的费用是多少呢 价格是我躺在手术台上 把手抱头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他说要不按昨天的算 我也问了呀 没有办法呀 我就把银行卡正确密码告诉他了 他就自己拿我的银行卡去签 去药房刷了卡 这次换药小陈又支付了吸药费 1766块和治疗费600块 两天时间里 小陈在九三关怀医院 一共支付了5822块 对于在手术台上 医生提出的加价要求 和小陈第二次换药时 由护士替小陈去刷卡缴费的情况 他也希望院方给个说法 这名医生表示 小陈的手术费并没有加价 只是根据他的病情 增加了用药量 才造成价格变化的 那么多多两次换药 多多多两次换药 击缓药